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在這裡要介紹一下 我們程式語言的課程 很多同學會覺得 程式語言的課程是不是就來學 why 啊 if 啊 for 啊 這些東西 不對 這樣只學到語言而已 沒有學到完整的程式語言 你要學到完整的程式語言 你必須有強大的數學基礎 也就是你對數學要了解 你才有辦法把它應用在電腦裡面 讓電腦去幫你 負責這些反覆的計算 把你的想法最大化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好了 例如 如果各位家中房屋有貸款的話 那 貸款兩百萬分二十年還 每個月還多少錢 這個也是用電腦算的啊 對不對 你常常在 上網的時候你可能搜尋一下 貸款利率表你只要輸入 你貸款總額多少 再來就是你要貸款幾年 那一按個Enter 他就每個月還多少 可是這背後的數學邏輯 你是不是要了解 才有辦法寫出這個完整的程式 所以我們做的程式語言 是跟數學做結合的 我們自己本身有教高中數學 也有教國中數學 我們把高中數學跟國中數學 把它應用在程式語言上面 讓你知道數學的應用在哪裡 而且讓你的程式語言可以變到最大化 期待與各位同學相見喔 趕快來喔 你要繪繪回電腦去幫你做事情 只不過同學都會常想說 老師那現在那個什麼程度 電動啊那個手遊好棒喔 其實電動手遊啊 男子彈在哪裡你知道嗎 那個繪畫 你覺得那個繪畫的結果 你看我現在很陽春嘛對不對 只不過你在上面那個 哇那個劍甲 剪拉到紅色的劍 哇超帥的一把 超帥的有沒有 你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美工造成的 但是要很漂亮很圖擋 去搭配它 但是它背後都是這些程式語言 我要教這些動作走啊 移動啊對不對 執行什麼啊 過這一關會觸發什麼事件啊 全部都是程式語言 懂我老師意思嗎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我們教的程式語言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我們教的程式語言就是不一樣